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在新疆自驾游三个月了 其中近两个月是在伊犁旅行的 近段时间因为最近伊犁疫情的缘故 我们来到了库车,主动要求集中隔离 先来说说库车的隔离政策 大家来库车,如果要进城就要隔离 隔离分为自费隔离和集中隔离 自费隔离是住比较好的酒店的 一天几百块钱,环境比较好 集中隔离则是免费的 住的是国家安排的隔离点 其他地方我不太清楚 但我们这次隔离的环境是这样子的 我们住的是一室一厅 有客厅,阳台,洗手间以及房间 客厅有沙发,房间有铁架床 在这里有水,有电,有网 对我来说很棒了 环境好得远远超乎我的意料 这就是所有的东西 包括纸巾,还有一次性杯子 还有这个鞋子 一次性鞋子 还有它的那个背套跟床单 主要是几大件东西 当然还包括了一些像牙刷呀 还有这个沐浴露等等 在库车实行的隔离是一个人一间房 所以如大家所见啦 我们是一个人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 我估计有朋友应该要羡慕我了 快,把羡慕打在公屏上 哈哈哈 我们是昨天晚上将近12点多 才进到这个房间隔离的 今天是第一天 早上8点多我就醒了 然后手机等着吃早餐 大家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我在库车隔离的第一天 然后呢 现在早餐已经送上来了 刚刚已经完了一会儿手机 这边送早餐的时间大概是将近9点钟左右 因为这边隔离的人还是蛮多的 相对于工作人员的话 他要分派这个早餐的话 是要耗一点时间 不过也还好 呃,这边真的工作人员特别好 有求必应的 只要在群里面说一声 基本上都会回应的 真好 在这里要跟工作人员说一声 真的谢谢 真的太棒了 我们的工作 真好 好了,我们现在准备吃早餐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隔离早餐长什么样 这里有两包子 然后还有一根黄瓜 一根黄瓜 再加上 两鸡蛋 嘿嘿 感觉这个分量还是挺多的 我估计的话也就吃两包子 再加一个鸡蛋 或者说 嗯,一个包子一个鸡蛋也就够了 女生的话吃的比较少 再加上这里还有一个牛奶 这个是卡拉苏的 卡拉苏皮的纯牛奶 应该是新疆这边特有的牛奶哦 嗯,鲜牛奶真好 嘿嘿 羊肉包子 嗯,一种那个羊肉味 真不错 吃完早餐后 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写文案 解视频 累了就去阳台旁边 透过窗户看看外面 今天阴天有雨 大家知道吗 我们现在隔离的这个环境 还是很不错的 一房一厅 哎,其实 嗯,像我现在出来工作这么多年 在深圳工作了五年 然后现在也出来辞职了一年 算起来也毕业了六年了 妈妈年龄上去了 然后就希望有自己的一套房子 哎呀,像现在这一次隔离 突然住进了 一个人住进了一房一厅 哦,这种感觉 嗯,很不错 总有种那种 自己买了一套小房子的 那个感觉 很优雅 想想 真好 中午两点半 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来了午餐 哇,真香 朋友们 我刚刚已经把午饭给领回来了 今天是我隔离的第二顿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吃的是什么 这新疆这边隔离具体是吃什么样的 好吃的 已经打开了 大家看 哇塞 这个大鸡腿 还有这里 还有这里 这个是黄瓜 还有辣椒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抓饭嘛 新疆的特色哦 手抓饭 这边呢 这里 哎呀 库尔勒的香离 人人宽 啥时候成熟的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库尔勒的 反正就是新疆特产啦 好,这边还有一个 酸奶 这边还有一瓶水 主要就是这么多 真不错 有没有 嘿嘿 超级好吃 他做抓饭做的 弄味道刚刚好 萝卜的味道甜甜的 然后盐呢 他也没有放多少 反正就属于 我这种比较清淡口味的人 特别适合 哇 哇,我闻着一股香香的味道 大家看这个打鸡腿 啊 来新疆真的会吃胖了 就是这样子 特别是现在隔离餐 等一下就变成月子餐了 嘿嘿 我要尝一口 好吃啊 下午依旧是工作 敲电脑 累了就回房间睡个午觉 今天这一觉睡的真的是太舒服了 从伊宁市离开 我们都是露营 每天的睡眠质量并不好 每天都是在路上开车 午觉就不用想了 趁着这次隔离 我也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 接下来吃第三顿 今晚的晚餐 就是我们两个包子 还有一些菜 给大家看一下 当当当 这就是今晚的晚餐 有一个肉菜 还有素菜 这里还有一颗土豆 还要加上两个馒头 窝窝头 再加上一瓶水 不错吧 今晚的晚餐 还可以啊 不咸不淡 口味刚刚好 再配个瓦瓦头 看我现场制作一个汉堡包 加点素菜 然后 来一块肉 然后加在一起 口感不错 应该不叫汉堡包 因为叫肉夹馍 一边吃晚餐 一边看之前没看过的电视剧 这小日子 过得个太舒服了 嘿嘿 朋友们 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